国际知名音乐家黄新云 最近跟国家交响乐团NSO合作 要演出20世纪重要作曲家 辛德密特的作品 来自德国的辛德密特 他的音乐风格带有强烈的表现主义 被称为是20世纪的巴哈 而黄新云在1993年 拿下了慕尼黑国际音乐大赛首奖 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台湾人 NSO这次跟黄新云的演出相当难得 我们去听听看他如何诠释20世纪的巴哈 戴着一脸专注严肃的表情 拉出巴哈的经典名剧 他是黄新云 今年年底要跟NSO一起登台演出 纪念20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辛德密特 黄新云是国际知名的音乐家 1988年成为国际大赛中最年轻的金牌得主 更在1993年拿下慕尼黑国际音乐大赛首奖 是台湾第一人 他说最好的音乐基础都是在台湾养成 非常感谢这块土地 NSO这次特别邀请黄新云 为世事50周年的辛德密特举办纪念音乐会 辛德密特是德国重要的音乐家 音乐风格带有强烈的表现主义 曾任法兰克福剧院的首席小提琴 被称为是20世纪的巴哈 而他的作曲的概念 虽然他的与会是现代的 可是他很多概念是跟巴洛特很类似 怎么说呢 就是一种静奏的这种观 静奏就是像是一个协奏曲 每一个乐器都一样重要 你一句我一句在对谈 甚至有时候像在争论这样子 台湾中提琴的代表人物之一 黄新云跟NSO会插出什么样的火花 一起来纪念这位20世纪的巴哈 就让观众拭目以待